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由国民党的前张华县长柯成芳来担任候选人 可是呢 它跟台中有关系哦 原来它是台中的有几职的参事 那么报道第一天下午就开始请假 请假做什么呢 原来是投入选举 这样对吗 来 我们来看这个报道 柯成芳 他现在请假是请什么假 请问 请市长回答 市议员赖家威 火力猛烈 今有台中市政府参事柯成芳 报道 当天下午就请假 再一直到张华 选立委 你到底是中立委 一气概要是请假 协议员赖家威 选立委 独生回头请市议员是否回答 最后中场 休息时间 那省房请向医员 现在请假 我们现在要进口罩啊 气氛实在好尴尬 而且不止民进党艺员不满 连蓝鹰都有意见 有观感非常不好 他既然要去参选 立委就做到辞职 各党各派跳出来 好不容易判到 市议员林德宇则说 柯成榜12月13号就表达参选 如说言不可难 不知其 基本上我也不是担任主管 所以也没有被选的义务 而且我现在是依法请假 那我想我们还是希望 以这个大家来 用干净的选举 不要流于口水战 柯成榜标榜辞职参选 但其了劳动部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长职位 却当上台中参事 现任姻缘透露 以12值等来算 月薪约七八万元 1月3号开始生效 他则是21号报道 当天下午开始请假 到补选结束 从今天开始到选举 则都是请试假 大约两个月时间 还能做领约15万元 彰化立委补选 让台中市议会 从早炒到完 三零雄无一则周苏军 台中报道 讲到这个台中彰化 其实本来距离就很接近 这一次因为灯会 让大家注意到了 台中彰化之间的关系 没想到更有关系的 居然是国民党 所派出来的这一位候选人 是台中市的参议 领了薪水请了假 但是我要去彰化选立委 我们现场这个东豪哥 台中人 台中人怎么来看啊 这选举这样子感觉上 对啦 他就是说我依法请假 对 但是希望干净的选举 这是依法不违法 但是官感恐怕 当然不违法 因为他可以请假 市长也准假 市长如果不准假就好玩 但是我那么想 因为说 因为这一个区 鹿港这一区的立委补选 而且是鹿港和河美 那河美人口是第三大 鹿港是第四大 是 民进党以前是在鹿港比较强 国民党在河美比较强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是国民党的优势区 对 那柯成坊其实 因为他很年轻 优势就干脆请职就好了 我就觉得是可以干脆简单 就说 因为 那么讲 柯成坊绝不参了几万块 对啊 假香港耶 你一定不参了几万块 要做礼物的人啊 你可以做得更漂亮一点 那你做得更漂亮一点 哪怕他这个是 征兆不在原来的规划之内 因为当初这一区的提名 国民党提名是真的很凶 非常凶 里面有很多故事 但我怕被告 所以 我已经讲我怕被告 我怕被告 所以现在不方便说 对对对 写完章之后我们再拿出来念 我也怕被告 因为要查认当事人 好 那这个题外话 那既然国民党确定停科之后 其实他是可以 对你到最后倒数计时 就可以做得更干脆 做得漂亮一点 对他当立委的人 而且很有机会 那你也让卢宣愿可以少一些困扰 对 可是他很尴尬 我会怎么想 是不是国民党拜托 拜托卢市长先把人寄放你在那里 养几个月 然后我就让他出来选举 我会乱想 但是你回过来看就说 这个锅谁要背 当然就卢市长背 因为这是你用的人 也就是说 你通常讲 就是说我们是比好 不要比烂 你怎么做 可以在竞选当然是很激烈 可是你可以让你的形象 不管是你个人 你的市长 你的政党 形象更好 真的差那几个月的时间吗 所以 不过呢 因为也不难理解 选举不会吻赢 所以还是要留个后路 没有 我是觉得说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是不是应吻赢 所以这个就是说 在于国民党的优势区 这是一个优势区 那这样做就有点小气 小家子气 应该可以得去更大一点 你再加上灯会的影响 现在彰化人是怒了 我彰化我能过 更觉得奇怪 因为全台湾各地办灯会都要募款 是 比如过去在云林嘉义都要募款 那灯会可以促进当地的摊贩经济 它其实对地方上的小老百姓的帮助是很实际的 很有感的 所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王县长 只有那么可惜 因为那个在促进地方上的经济 因为有人潮就有前潮 那个几天的世界是真的可以给小老百姓创造一个流动财富 好 来 罗伟员 这个确实我觉得连带起来会影响 当然那个地方首长他本来就有这个责任来带动地方的经济 那当然办灯会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可是假如要拼光光也不是只有办灯会一项 那今天王卉美他会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大家去考量不是一直骂他 大家考量就说假如有这么一个好的好的东西 要在我的那个县里面办 又可以创造那个就业机会 又可以帮我的县民赚钱 而且全部人都会给我股仗 我干嘛要拒绝 我为什么要往外推呢 大家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嘛 上一次彰化办那个灯会的时候 总共花了六亿 中央只有补助了几千万 所以他自己要去筹五亿多 那现在彰化县的负债 负债两百九十几亿 快到三百亿了 那他们很多的营养午餐 当时那个上任的市长 他做了很多营养午餐 做了什么力能 什么要转到那个 补助一些中低收入 现在裁员没有 那没有的话你要叫王卉美去瞅 就我的了解 王卉美他现在是急着去找很多企业 看能不能来认养 他的那些营养午餐的 能不能来认养一些足迹老人的 所以他一上任以来 就被这个裁员的瞅措 搞得分头转向了 那他他个人认为说 那我假如说真的是要发展发展地方观光 还有其他是长久性的 而且是永久性的 那个投资报酬的效力会更高 所以不是一面的骂他 那我也呼吁 那个王卉美你要站出来讲 你现在要学学民进党 现在民进党什么事 我赶快开直播 那个当网红 那赶快把你自己的为什么 应该学韩国语就可以了啦 没有 你要把你自己为什么你不办 我说天下没那种傻瓜啦 没有那种傻瓜 就是中央补出你钱 又可以创造很多的政绩 像那个潘孟安 前阵子没人想到潘孟安 把那个灯火就一夕成名 那王卉美他也可以 他也是啊 那为什么不做 我希望他开个直播 出来讲一讲 告诉大家 那你觉得柯成芳的事呢 我有 是不是卢秀燕应该要好好处理一下 我是觉得卢秀燕是这样 他要处理 你柯成芳不应该不差这个钱 你何必去扛纳税义务人的钱 因为这个都是名指名高 那既然你要去选举 然后说一上任就给人家请假 那选举这边还在领钱 对不对 那代表你没有信心 没有破裂 你应该想说我一定会当选 对不对 而且他那个区域的话 对国民党来讲也是一个 一个比较 优势区 比较优势区 王卉美选上之后留下来的旗帜 王卉美摔掉 他自己要有那个魄力 不需要 而且你也是害了那个 害了卢秀燕被骂 因为你还是 我是建议他辞职 所以我今天就辞掉了 不需要那个 卢秀燕不是人家害他被骂 他害自己被骂 我先问一下 柯成芳离开了云嘉南分属的署长 这个十一职等的职缺 是因为卢秀燕市长 要挖脚 习财 挖他去了吗 对不对 因为商调含到一个月前要去 所以如果说今天是你卢市长 习财 主动挖脚 柯成芳也隐落了 那你就当然是挖他过来 那如果他当中 他又改变念头说 我要去参选 张画的县长 因为我曾经当过副县长 我要去参选的话 那这个柯成芳 于人情义理要跟市长说 不好意思 刚才你找我去 我把这边抗去死掉了 对啊 但我现在要去参选 所以你参选呢 我就不去了 你另外找人 不是啊 他一方面参加初选过了 然后呢 1月20号还去报到 报到之后呢 就马上请假 这个让卢市长怎么情何以来 而且怎么样 他说 我参选就没回来了 你证一个人 你去挖角挖一个人 他还没有到你搬就职的时候 他就说要去跑到别的地方去应征 然后还跟你说 我来先报到 先请假领钱 然后呢 如果那个公公应征上了 我就没回来了 你这个老闆你要怎么看 整个台中市的市议会 台中市民的市民老闆说 我们证一个卢秀人来做市长 他要替我们证一个新楼 结果这个人去应征 把他说的道路 人后就不要回来了 我们就要付他薪水 你说台中市民当中的气炸 所以我是觉得 卢市长这个黑锅背定了 是他自己造成的 没有人去被人家挖角 挖了一个11指等的公务员 给他12指等的位置 是12指等是升官 还帮他升官啊 还帮他升官 然后呢 他不来了 然后还请假 还可以领薪水 然后呢 他如果选上了 也不会来啊 好 其实我如果是台中的纳税人 我会觉得说 我台中我可怜 就是我出钱 然后让他去别的县市选举 好 如果从灯会 再到这个代职参选的部分 没错 完全是合法 因为他请假了 也不违法 但是观感 跟大家就会觉得 心里不舒服 韦航怎么来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顺带等一下 稍后我们会谈郑文燦去美国 潘孟安 郑文燦两个人 现在是不是 可以成为民进党的 这个选举的王牌 尤其在中部的 这一个彰化这一席 我个人认为 先来看这柯城坊的 这个状况 其实你可以看到 卢秀燕的表情 就是充满了尴尬 老实说你底下一个参事 哪有什么 叫他迟不迟的问题 绝对当了一个市长 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又是你们同党的人 一定可以解决的 那为什么解决不了 其实外界一定会有联想 柯城坊背后是谁 谁 就是 大家就会去联想 你不说出来 大家就会联想 王卫美 这么简单吗 一个彰化现场 台中市长 要为他牺牲这么大吗 柯城坊 到底是 什么样背后的力量 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 让他去选这个选举的 是什么样的力量 把他搬到台中去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如果你不讲清楚 外界是不是联想 外界是不是做文章 这个又是一个背景很硬的 虽然才是个七八万 七八万也不是个小钱 很多人要赚两三个月 那说真的 对于选到立委级的人来讲 两个月的七八万 也在计较 这个格局拿出来给大家看 的确就是 大家也会不太开心 就是你是居然是这样格局的人 所以原则上 你就赶快把它辞掉 这种事情根本就不重要 你就把它解决掉就好 那他可能当初就 觉得应该低调一点 大家眼光不要看到脏话 也许就没有人会发现 他居然是代职参选这件事情 我猜他一开始可能是这样想 就是这就是一场低调选举 就让我浑水摸鱼摸完吧 那可是现在已经爆出来 那就干脆就撞死 尤其是因为台中市议会开议了 所以你刚刚看到那个场面 就是议员在质询 不是只有民进党 国民党连五党籍都觉得说 不应该 现场连罗伟员也认为说 就把它处理掉 对就处理掉就好了 因为这绝对是伟大不掉 到最后面就是 你越不讲清楚 大家都越去怀疑你背后到底 这个位置到底是有多了不起 你背后到底是谁 这两个问题丢出来 你就没办法回应 其实他 我补充一下 其实他的那个立委的那个选举 其实没有什么背后 没有什么能量 因为其实这一区 抢的人很多 因为大家都认为说 本来是以前那个河美镇政长 对啊 本来 扣台购音才抢得到提名 没有啦 就没有 那民调 没有没有 他们还是有做出选的民调 本来是要让给人家 一个卸任的政长 所以 所以这个 他们也是 也是有几个要选 他们还是有比民调 包括那个 可是没有 没有那种 把人家寄放在台东市政府的 这个很好笑 这个是不应该啦 可是你们刚刚是提到 是说 他怎么可以出来选立委 那我的意思 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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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寄放 可是他背后 没有什么 伟航的意思是说 既然如果是这样 就请他离开 这个其实 自己好做 那为什么 当心立断 尤其是对于卢秀燕来讲 现在这样的格局就小了 所以我刚刚讲 他就赶快辞掉 赶快辞掉 他也不差 地方乡下人的解读就是 乡亲的解读就是 你这个格局 你就赶快辞了吧 为了这个还在那边 低头在那边 好像装没事 其实是不太好看 对 另外我想补充一下 刚才蕾蕾你讲到负债 我后来再查一下 很好玩 彰化 在1993年周庆域当县长的时候 周庆域卸任的时候 县府还有36亿 赠 然后阮钢门当了八年县长 负112亿 然后后来又发民进党 翁庆祝干一任 这时候就多一点 变成负125亿 就是说他四年多借了13亿 然后卓博源县长八年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他平均一年大概要借14亿 所以到卓博源县长 国民党执政八年 卸任的时候 彰化县就变成负238亿 然后在发民进党执政四年 卫民国 又多30亿 但是这个数字来讲 对彰化来讲 跟他要不要办灯会 没有必然关系 平均总只花5亿 中央补助3亿多 因为每一个县市大概都要募款 是 所以 而且花5亿 我刚刚看了一个资料 是其实大概都是花5 6亿 也没有说特别多 大概多 但是我要不要讲 就是说 灯会这个事情的重点 不是就业机会 因为就业机会很短 它其实重要是创造地方上 在地经济活络 活络 就是经济这件事情 消费这件事情 要什么 要动起来 灯会刚好 就是让它动起来 动起来后人 就人会来 来了以后有印象 还有下去才会再来 所以这当然是选择 你也可以因为 你负债268亿 所以你不要办 这个也是可以是一个理由 没有问题 对 但是 这就是权衡 也就是说你对这个 宪政的发展上面来讲 你要用哪个策略 这5、6亿是不是一个不能克服的问题 那克服 募款 找赞助 然后它创造的东西是什么 大概就是选择 还有如果我们有封场的话 负债5、6亿 负债200多亿 如果这个封场是在我们屏东 我怎么样都把它抢过来 封场全台湾就在你彰化 可以帮你赚钱的 你负债了200多亿 你还把这个封电停掉 把钱推出去 这才是想不到 没关系啦 彰化台中很近啦 可能我会没想说 我们在台中办 欢迎你来彰化玩 也可以 我现在能够帮他想到就是这样 好 那么除了这个灯会选举之外呢 其实昨天大家高度关注的就是 陶约市长郑文灿到美国华府访问 不只参观了白宫 国安会还有国务院 而且有不少美方的官员 陪同形成可以说非常的丰树 而大家最令意外的就是呢 国务院的东亚纪太平洋事务局 甚至于在他的官网上面 贴出了这个代理 祝亲史默克跟郑文灿会面的这样一个画面 而今天郑文灿也更新他的脸书了 上面他就说了 从这个联邦众议院院长办公室前方的窗台 望出去国家广场映入眼帘 而窗台下方的广场则是美界总统宣誓就职的地方 然后他特别讲到 他说这个不是买票就能看到的风景 好 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是这一片 其实如果大家有看这个美国相关的这个连续剧电影的时候 都会看到这个 包括这个柯林顿 他们当选宣作都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带你来看这个报道 与华府领事会理事合唱 桃园市长郑文灿赴美参访行程满满满 不只参观白宫国安会和国务院 还恨国会两党议员和美国智库会面 而此次出访台美关系还有更大突破 与EAP代理副主亲石默克会面要合影并不稀奇 只不过放上网的是美国官方推特文字虽然言简意该 却足以解释台美关系的互信基础 因为EAP上级是美国国务院负责协调美方与亚太地区经济 政治等外交关系 与会者还包括了台湾驻美代表处人员 官方接待层级和以往不同 展现台美关系再次提升 史默克先生 他针对台美关系进行的国官网汉 历切而且深入的这些经济跟文化的关系 史默克的同性伴侣 刘英宗是台湾员 两人2016年完婚 虽有志成渊源 但要美方主动将合照放上官网 实属难得 更显示台美关系 更进一步 三天新闻的林鸿宇轩同 桃源报道 好 我们在节目当中 其实昨天第一时间的时候 大家都说 怎么郑文灿就这样子 咸咸吃三娃公 竟然都不知道他要出国 没有想到成绩这么亮眼 可是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网络 其实昨天最有趣的是这个 我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们再来讨论严肃的话题 就是这个 郑文灿的白宫之旅 重点在这边 他说什么 桃源超棒 文灿显瘦 主要是郑文灿 找了一群显瘦的朋友一起拍照 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话 但是就可以看到 其实网友高度的关注 找到了这个亮点 你懂得看门道的看门道 不懂得看门道的人 看这样的热闹图片 也觉得很开心 觉得台美关系 确实在这一次 郑文灿的访问当中 获得了肯定 不过其中蛮重要的是 苹果的评论 我要讲一下 就是从郑文灿 我们是不是看到了 所谓县市长出访的艺术 因为相对于 柯文哲或者是韩国瑜 敲锣打鼓 但是就给人家感觉什么 雷声大 雨点小 而郑文灿呢 常常吃三哇公 进入美国白宫 因为期待值较低 反而获得更多掌声 而县市长出访 已经是必须 好好学习的艺术了 因为这边提到 柯文哲韩国瑜 无法在国际舞台加分 其实因素是什么 当然还是因为中国啊 中国领导人 可以对台湾 释放很多个利多 企图以此收拢人心 但是你在国际舞台上 就是处处封杀 台湾的生存空间 即便你主张什么 九二共事 或是两岸一家亲的县市长 中国外交系统 依旧不会手下留情 所以如果县市长 你以为对中国是好 出访就可以换得善意 期待越高 失望就会越大 我想这一段念下来 柯文你是不是觉得 特别有感触 其实国人该看的门道 应该就是这里吧 我觉得这次这个 郑文燦到美国去 受到这么高规格的 这样一个对待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第一个郑文燦 他在台湾的这个政治实力 我看这个是不断地攀升 那人气也非常旺 所以我觉得美国自然会 很尊重这样的一个 未来的 未来也是一个非常 国家的动良级的领袖 那另外就是说 你看给这个郑文燦 这么高的规格 那接下来 大家会观察什么 接下来大家就观察 柯文哲 韩国瑜 到了美国去 是怎么样的一个 规格的接待 所以我们可以看 而且我其实 我也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 其实郑文燦市长 他是一个 很懂得分寸的 就是说 他这个人 他其实是 很懂得这个分寸 就是说 其实他去 去拜会谁 或者去参观哪里 假设这个地方 是跟他讲说 你来拜会 但是不要对外张扬 我相信他也不会去 po那些照片 或者见这些人 包括他去白宫 或者是到这个办公室 去看前面这个 总统宣誓就职的地方 这个部分 假设 带他去参观的人 跟他讲说 这个我们就来参观就好 但是我们对外低调 我相信他也不会po 可是呢 他为什么能po 一定是美方也乐于说 你这个可以来做做宣传 包括其实 他跟重要人士见面 在这个美方的 这个推特上面 也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些照片 美国AIT 也都把这些照片公布出来 所以我显然可以看到 就是说第一个 这彰显就是说 台湾跟美国的 这个国际的关系 非常的好 那也可以显见就是说 在这个中国的 这个霸权崛起之后 其实台湾的地位 又显得越发的重要 所以我认为 郑文燦他这次到美国去 除了就是说 有这么大的一个突破之外 我认为最重要就是说 这个未来如果说 这个双方关系好的话 那其实包括经贸交流 实质的更多的外交交流 地方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 经贸的合作 恐怕未来都会有更多实质的进展 所以我认为他这次的这个出访 是成功的 不过他为 接下来要去参访的 柯文哲跟韩国瑜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好 这个很大的压力 就像我们讲的 灯会有潘梦安门槛 现在县市首长 其实六都首长访美 是不是也有郑文燦门槛 是啊没看 刚刚博文燦说了 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照片 不是对方 允许或鼓励你贴 对方根本就 PO在他们自己的推特上 所以这是他们刚刚说的 就是他们的 像我们的亚太师 他们国务院 亚洲 亚东及太平洋的 这个师 像我们台湾的亚太师 他们自己的网站上 主动PO了他们的代理助理 国务卿史默克跟郑文燦的照片 所以是美国人可以说 他们的 我用台湾的 相当于他们亚太师的代理副司长 刻意的要彰显说 我们在亚洲 在台湾 我们关系做得很好 今天不是我们 亚洲的好朋友 台湾的好朋友 他不是要去 不是我们去沾他的光 而是他本身也觉得 这是一个成就 今天他有办法邀请到台湾 非常具有未来的潜力的 这个六都的首长之一 郑文燦来访 他也觉得是他们关系的进步 那我要说的是说 其实本来在台湾 国际外交处境上 我们都知道 你能做多少看主人家 刚刚博文说的很对 主人如果说 你低调就好 你不要张扬 像我们两三年前 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见他们的交通部长 那时候他们还是 前职政党 纳吉的政权 那时候他们 因为他们内阁制 他们的部长 一定是国会议员 他以国会议员的身份 来接待我们 台湾去的国会议员 但是有讲好 双边都讲好 你们离境之前 你们不要讲这些事情 为什么 因为 中国会给压力 他们的交通部长 要来跟我们见面 不管你 是不是要讲说 我九二共事的韩国瑜 或者是我 两爱一家经的柯文哲 你如果要敲锣打鼓 我就是人不让你看 中国的外交官 也要教他的KPI 也要教政绩 怎么可以让你被看到 而且我是觉得 看你的心态 我们看 不管是潘闷安也好 郑文燦也好 他们都是在拼什么 拼自己的市政跟宪政 他们不是要去选总统 但是如果你的姿态 虽然你现在是市长 你的姿态说 我喜欢总统的人 人家就知道 你的意图不单纯 人家也怕你怎样 不遵守规定 或怕你 变成帮你背书 对 所以说呢 其实参访的本身 参访的本身 他的意图 刚刚说了 我们拍办案 现场的铁人心人 他就什么 拼经济啊 对不对 那郑文燦呢 拼外交啊 但是都是拼的是 自己地方政府 层级的这个外交 拼地方政府 层级的经济 人家美国人 外交部接待你 国务院接待你 他不会有压力 因为你是地方政府来 但是如果你虽然 用地方政府长的身份来 但是你表面上说 我是要了选总统 我来这边面试的 那美国政府的压力就来了 因为他纵使 他再怎么跟中国 目前有比较紧张 他还是要顾着 对方的看法 所以我是觉得 包括回退来 韩市长当时在马来西亚 为什么人家吉隆坡市长 不敢跟他见面 为什么 因为你敲锣打鼓嘛 人家虽然现在换了执政党了 现在不是 是马哈迪了 但是人家也是要忌惮一下 北京的压力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今天我们做人要成功 客要随主辩 主人说好 我们就大方一点 主人有在意 你就配合一下 找迟早的 人家还会再邀请你去嘛 所以我是觉得 盛市长出访 诚意很重要 用心跟定位很重要 如果只是 要希望对方来烘托我 我要选总统 你们要来烘托我 人家不敢找你这么大方啦 好 所以伟航 现在郑文燦访美的门槛 就是他这个 点点吃三王公就溜进了本类 接下来的 柯文哲或者是韩国瑜 会不会担心就被比下去了 原来上他们要担心的 不只是比下去这件事情 因为郑文燦他已经显示出 一个市长 实际上市长 他可以去这些地方 这也代表 就像看案委员讲 冲控在这些地方 失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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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先堵住 先堵住 所以等到之后 不管你是蓝的韩国瑜 或是柯文哲去的 其实老共对台湾就堵了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因为他已经落死 被有人划进本类 这失分了 你要考虑到他没有自己的 就是刚才讲KPI要交 所以接下来 他们本身的挑战 又不只是你 能不能要到美方 给你这些东西 你还要面临 共产党他们那边的打压 就是人家给你 除非是他就是要 专门放你一马 就是要刻意捧你 但是如果你真的 没有闯光成功 真的有什么 更多更挑 人家立刻怀疑说 是不是真的 是人家放你一马 或是真的人家捧你的 那是不是对啊 又有某种的 就会有很多无谓的解读 所以原则上 就算他们自己 其实是没有什么 特别的设定 但是这个 这种仓的标准出来 它其实就会形成 某种压力 因为表面上 美方就是行李如鱼的 跟你做这些阶段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 它也算是一种突破 你后面人 如果我们不能够 制造出更大 跟美方有意义的 不破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的 整个行程本身 就不是那么样的 能够聚焦 更何况如果你去 还在心有杂念 比如说看能不能摸个 美方彭尼选总统 那种感觉的话 如果你有心有杂念的话 可能更不容易成事了 所受到的反压更大 所以我认为 其实就像大家很惊讶 这地方居然去了 而且有这么多的收获出来 我想这样子 先奠定一个 其实民进党 你建议到防火墙 后面的两个要去 可能不太容易 只能力保不失分 我认为他们之后去 就力保不失分 大概也很难去 好远 更进一步能够得分 特别是对他们的 争取总统大会 有更直接帮助的 这个部分 可能是比较少 那当然 郑文燦如果能够 带一些成果回来 重点就是 接下来转变 他能把它转变成 国内普遍百姓 都有认知到的政治资产 因为他现在这个 防美的行程 主要是政坛会比较震撼 就是 他居然可以做到 这种程度 真是厉害 不容易 但是其实他民众不了解 对 百姓可能 不认识这些美国人是谁 美国人了不起 这风景蛮漂亮 然后呢 一堆胖子就这样 所以原则上 怎么把它这件事情 转化为一般百姓 能够读懂的部分 我觉得是 接下来他 比较要去思考的动作 那如果能够 成功地转化过来的话 变成他的政治资产 也许 比如说回来 是不是316的补选 他能够占一些角色 能够影响一些选区 产生一些具体的帮助 我觉得都是值得 后续思考的东西 好 前进LilayCon 如果你用手机扫描 我们镜头旁边 这个上面的QR Code 你就可以进入 我们YouTube的 Live直播频道 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 刚刚有些人说了 这个我桃园我也骄傲 还有呢 郑文灿真的扎扎实实瘦了 找一个比你胖的人 在旁边拍照 就会变瘦 当然这只是网友的回应 还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你扫描QR Code 可以加入我们一起讨论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天津新台湾 现在对于民进党来说 不只是在外交的部分 县市首长 这个很努力 那么希望出去行销 比如说农产品 又或者是像郑文灿 帮忙台湾做外交 内政的部分 才是更重要 让民众有感的 比如说昨天苏贞昌呢 就讲咯 这个酒驾累饭 要到灵堂上上课 希望有贺足有效 能够常态化 那么呢 而且呢 据上课还要罚1800元 然后最高是可以吊销驾照 另外内政部长徐国勇 当然他也要告诉大家 这一阵子以来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 他说请给我100秒的时间 我们也来看一下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徐国勇 我用100秒的时间 来向大家报告 内政部的事情 非洲猪瘟 我们从保育 调了110个警察 最多的时候到180个 我们也训练了 很多的护国神权 相信我 护国神权 是史上最勇猛 最萌的军团 扫毒方面 我们建立了 1300多个反毒的通报网 让毒贩来一个抓一个 来两个抓一双 对于酒驾 内政部的态度很简单 一句话 酒驾重罚 酒驾一定抓 抓到你不敢酒驾 罚给你 要去受惊 再来要让大家了解 我们警箱 我也争取到的警箱同盟 他们的医疗 以及我们退休的警箱 我们要比照军人 让他们可以在经医院 我们退回医院 花费不要 连他们的支付额也不必 医疗免费 我们的国道高速公路 大家如果把国道 当作碰碰车的场地 我们国道警察 一定严格取缔 我们国道警察的 加急围定权力的争取 现在已经争取到了 玩过还愿的人都知道 杜先生他这个房子 太破旧了 怎么办呢 靠内政部 内政部有都更条例 可以让我们的房子更新 让大家可以居的安心 住的放心 儿女不美心 另外我们的社会住宅 相当的成功 包住代管已经有3000多件 社会住宅自行新建的方便 我们今年年底会完成4万路 另外第二阶段8万路 提早一年启动 所以我们让这些年轻人 让他住得起 不会让他们住到 像杜先生他们家的那种房子 楼上更不会有何老师 你先来楼上见我 另外拼经济 我们要接受国际的人才 招揽外国的人才 我们修正了外国人居留的办法 让他可以安心地居留到台湾 跟台湾一起拼经济 所以我要让大家来了解一件事 拼经济要靠内政部 因为只有安居才能热业 内政部跟大家站在一起 好 这个博文 怎么来看 大家的好朋友徐部长 现在呢 也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跟民众做接触 让大家知道说 你看很快的就了解到 你内政部做了什么事 我觉得这个文宣的效果非常好 就是说从刚刚这短短100秒 你就知道说 内政部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很简单明了 让民众知道 就是说内政部 我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其实从九合一的这个败选之后 其实真的整个行政团队 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过去其实默默做很多事情 可是民众都不知道 那现在透过简单有力的一个文宣方式 让我们民 让政府做什么 民众立刻有感 而且这个部分你在网路上 网路上其实也是一个讲求 非常快速简洁 甚至替换率很高 你用短短100秒的时间 告诉你 其实本来内政部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政策是最最繁杂 你不要讲什么 光是都根条例 你去跟他讲 为老条例 讲荣基 讲见碧率 民众听得不啥啥 他简单告诉你 我们就是要这样做 同时还结合线上游戏 那个还愿 这里面的这个故事内容 告诉你 我们不要再入 还愿那种破旧房子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从这样的一个效果 包括在网路上的点阅率 你可以发现说 这样的一个 新型的一个文宣效果 其实比过去那种比较八股 是八卦式的 例如说 内政部关心你 外交部关心你 类似这样的一个文宣效果 恐怕要好很多 好 罗伟你怎么来看 其实对于民党来讲 这个选举过了 之前 应该说去年选举到现在 感觉上 苏正山上来之后 整个行政团队会 比较有冲冲冲的感觉 对啊 因为那个 现在整个行政团队 都是学网红的嘛 一定开直播啊 还有一个更好笑的 那天那个 陈吉麦在开直播的时候 苏贞昌在底下留言说 你比较快 我有事要去做 所以 其实当然啦 你政府做什么事情 让民众了解 去接这个地区 这是有必要的 可是不是只有你讲 那个要老百姓 吸引你的感受嘛 以前马英九二 因为很喜欢讲那个数字 就说哎呀 我们的经济成长力多高啊 什么什么 那其实后来 以前我有跟马英九 讲过一句 我说 数字是冷冰冰的啦 老百姓心里的感受 才热烘烘的啦 不是你政府在那边 自吹自擂 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你要考虑到什么 民众观感不佳 那所以像酒驾 重罚 对 因为你重罚你要做出来嘛 你现在你就赶快 赶快立法 你再去修法嘛 尤其是酒驾重罚 这大家都会支持的嘛 你都赶快修嘛 我们知道说去年 那个民进党九合一 选举大败嘛 那本来有两个阶层的人 是最支持民进党 比如那个基层的一些劳工啊 还有那个 比如说计程车司机就好了 计程车司机 他最挺民进党 还有农月县的农民嘛 那个农民也是最挺民进党的 那为什么会这两块 他的铁票整个都生锈 都失效了嘛 就因为你做了一些政策 不符合他的理想嘛 比如你对计程车来讲 你去年你实施的那个什么 多元化的计程车 计程车的那个草案 你说你补助给他们 那你相对 你留个Uber的事情 你又没有办法解决 搞了计程车司机 大家都对你非常的反弹 非常不满嘛 包括刚刚我们部长 虽然是好朋友 不过我也要稍微讲一下 你一直在讲说 哎呀 现在你那任务做了什么什么 你治安多好 你调了多少警察 可是现在大家很清楚嘛 你说台北市 新北市 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高雄啊 还有台中一些 他的治安有没有变好 没有嘛 有几个凶杀案啊 或很多的治安危机出来嘛 台中跟高雄有的人会说 换成国民党执政才变的啊 没有 那这个有很多都是 也是内政部 内政部那个警政署的事情嘛 也是要配合 那当然地方政府也 我们也不能够不能够去 去那个那个来 来那个推卸责任嘛 那刚刚提到嘛 你你比如说 你你刚刚刚对于那些 农民老龙的津贴 那你你对于老龙的津贴 还有你说那个长照 那你长照 你你你长照 你说现在长照 没有办法照顾很好 因为他长照的收入减少嘛 因为长照收入要来自于烟监嘛 那你你你来自于烟监减少 会不会讲 会很多人讲说 哎呀是不是我们那个 推推推广那个那个 那个吸烟有效 现在抽烟人比较少 事实上没有嘛 那是为什么 就是你吸烟太多嘛 吸烟太多 你没有办法有一套的 一套的那个制度跟一套的方法去抓 抓那些失烟嘛 比如我们以前对那个失烟都有贴那个 烟都有贴那个标签嘛 就是完碎证明嘛 后来把那个取消掉了嘛 所以很多进口的 进口很多的失烟进来 然后有人开玩笑就说 失烟 进口走失的烟都比正常的烟都还要多 所以你减少 就发现民进党内还是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所以当然啦 对啊 可是不是说你三言两语 你说你讲了一百秒 你讲了天花乱坠 来一个来一个来两个来两个来一箱 你就来来看看嘛 对吗 所以你要来来看看嘛 我想要问的是 东豪哥 为什么酒驾的部分 还有治安的部分 像昨天特别苏正昌提出来 说台中啊或高雄这样子 还有这特种行业卸斗的 我就立刻把这个警察局长都换了 不是很简单 因为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那种 在酒店门口里面卸斗的 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听到的 也就是说最近来讲 如果你让这个情绪继续发酵的话 会有样学样 所以苏正昌这个时候讲这个话 就是要各个地方 各县市警察局局长 你要把皮绷紧 尤其是一些都会区 也就是说这种特种营业的地方 在每一个都会区里面 它都在特定的区域 那个分局长或者行李队 你就要把这些发条要锁紧 然后你该这些特种营业的店家 该联系要联系 它是可以被控制 可是如果你看到 已经接二连三发生了 中部南部都有 如果你让它继续的话 那个会出事情的 就是会有连锁的效应 开始觉得说没事 我也就这样造人学样 这个很简单 这个事情也不是在恐吓这些事情 就叫你发条上警 就发条上警 酒驾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早上才看到一个新闻 在台中 一个老爸爸 他专门帮警察写那个红纸 就是帮人宣导酒驾不要开车 他女儿被撞了 现在加户病房 撞他的人呢 是一个建筑材料工人 已经因为酒驾被吊销执照 但还是硬要开 然后呢 他又花了二十 他可能是借还是干嘛 花了二十几万去跟他的老板 买一个买一个二手宾室车 那车子又撞 那个车子撞坏了 他跟他的女朋友在车上 酒驾值都超过0.3 天啊 就是你已经喝醉了 你已经因为酒驾被吊销执照了 你怎么又来了 而且 你做建筑工人 做装潢的 然后你还去 你还去跟你的老板买 那个花二十几万去买一台 冰式车 虽然是二手的 你这是在干嘛 然后老板也卖它 因为他被扣照 他被扣照 他在无照驾驶 是 你又来了 怎么办 他的女儿 然后 肇事的这个父母 一个八十几岁 一个七十几岁 这小孩子 是他们家的老妖 你要这个老爸爸老妈妈 怎么看这个小儿子 怎么办 家户病房耶 怎么办啊 所以这个事情非解决不可能 就是这样的悲剧 就是可以避免 但是就是一戴上 会让大家受不了 因为他女儿只是晚上出去 三个步买个东西 就遇到了 那个车子 那个车子 你看那个监视器 是高速 你劝不听 怎么办 今天是民进党执政 明年也许会 国民党执政 不管谁执政 就一件事情 你要用什么方法解决 对 在人权跟人权跟人命之间 你要怎么去拿捏 一个人已经被扣照了 还无照驾驶 还开车 还酒驾 这样算不算蓄意杀人 所以这里面就很多 很多东西要谈 所以他不是 不是法学教授的言论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谁执政 谁要解决问题 简单讲 我们在选择 我们从县市长 一直到总统 乃至立法委员这些 是 就一件事情 我们选出来的是什么 要解决问题 你怎么解决问题 你要怎么解决问题 好 对于观众朋友来说 很多人都认为 酒驾零容忍 而零容忍之下 到底怎么样 解决或处理这样的问题 恐怕是更多人 想要知道的 广告回来 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情境新台湾 我们来关注一下 国民党的部分 王金平今天早上 正式宣布参选了 因为他认为 因缘俱足 可对王金平来讲 真正的威胁 恐怕不是其他太阳 而是韩国瑜 但是韩国瑜 不管讲什么 都会变成新闻 只是他讲什么都对吗 比如说 韩国瑜讲了 是不是涉及 其实是因为有业者要求 就开放菲律宾的白领 韩国瑜讲了 玛丽亚 怎么可以变成老师 到底韩国瑜怎么说的 带你来听 韩市长政府考虑 跟做卖跟企业 来共同合作 来积极的引进 大量引进 迎进高雄 接受派遣到国际的 菲律宾的白领 跟技术文产 到高雄 菲律宾取材 我觉得 我想高雄市民 跟台湾的心理状 都一定有大冲击 玛丽亚一下 变我们老师 玛丽亚一下 变我们老师 玛丽亚一下 变我们老师 但是这还有一个 客户的过程 这个可能心理冲击很大 好 韩国瑜就说 这可能心理冲击会很大 但是这样的话 释放出去之后 当然另外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一种属于 种族或是血缘当中的歧视呢 现在有老师生气咯 他就说韩国瑜 伤害他人 不痛不痒 这是一个粉丝团 日语教室的老师 他就po文说 这种人怎么会变成 我们的高雄市长 韩国瑜这番话 等于是出自歧视 一个人的价值 跟他的肤色 体重 外貌 性别 性向 职业 国籍 都没有关系 所以无论是菲律宾人 法国人 日本人 西班牙人 罗罗斯人 只要有专业能力 就应该得到身为一名技术人员 应该有的对待 现场韩航是个老师 你怎么来看 这算不算个实言 原来上我们在专业上 我们界定这个叫偏见 刻板印象 还没到启示 启示就是他真的去把它 就是定位说你 菲律宾人你不能做白领 你就只能从事蓝领 因为我们就说 他真正就是我们法律上的歧视 但偏见也是有问题 虽然韩国瑜的语气 听他说 我们应该让一般的乡亲要化解 但是乡亲真的会这样想 还是你韩国瑜这么想呢 是你韩国瑜有心结 还是真的有那么广大 这可以做个研究 真的大家会这么排斥吗 也许韩国瑜比较没有机会 接触我们其他东南亚 邻近有国家的这些劳动者 所以他可能会预设 就好像大家会很排斥 但好像大家会很排斥 和真的大家会很排斥 其实是不同的两件事 在我们非常多的 一般的家庭里面 其实都有所谓的外籍移工 非的这种外籍 家务的这种外籍移工 甚至有新住民家 他们很多人其实 在某种程度上也承担了 英语教学的工作 就像最早期的所谓家务劳动 就是所谓大多数的 非公司家务劳动 他们很多人也是希望 就是看能不能顺便 教小孩讲几句英文 他们早期就已经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认为 这个菲律宾籍的来台湾 从事白领工作 如果专门是就 语言教学这一块 反而比较没有什么太大 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 菲律宾人会讲英文 而且菲律宾的母语是不是英文 它有母语 还有Tagolo 另外一种 自己的菲律宾的本土母语 它有两种 其实是双语 他们本身就是等于双语 但是相对来说 其实这个议题是很大 就是菲律宾人 近来高雄 坐其他的白领 比如说坐在办公室里面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需要 认真思考的一题 所以韩市长他的想象就是 好像白领就是 只是来我这边教英文 不是做办公室 不是做创意产业这一些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他 真正应该去思考 我们就想 奇怪他是不是视野太过狭隘 高雄只能有这种 外籍的进来教英文吗 难道高雄不能有一些外籍的人才 来带动高雄的产业 往下一个领域来前进 这特别是非常优秀 但是可能他的工资相对低廉 我们把它引进过来 来强化我们在地本土创意产业 我觉得这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韩市长似乎 他想象的范围是比较小 所以大家都看到他 这个是一个明确的边界 你要把它解释成歧视 OK 算是某种程度上 可能会变成歧视的一个动力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的视野可以再放大一点 让这些高雄市 能够跟邻近地区 有更多元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瑜 今天最新的回应他怎么讲 韩市长因为演讲一场 就是玛利亚怎么变老师了 那么遭到歧视的味道 韩国已经澄清了 他说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歧视性的玩笑话 主要是想到跟 怎么跟家长沟通 那么为何不请其他国家 而非要请菲律宾的老师 必须克服家长心理的障碍 来 这个委员 是 你怎么看他的解释 我觉得很多人表达的 到底是他自己心中的偏见 还是说别人的偏见 比如说有人说川普的笑话 我没有种族歧视啊 黑人穷没有钱不是他的错啊 你说这个话有没有种族歧视 就是感觉黑人就是比较穷 就是他的成见 所以跟哥斯上老师说的嘛 他这个可能不是歧视 他这个偏见 那这个偏见到底这个成见 是他个人的还是社会的 当然有待商榷 不过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打开眼界 出去看一下 菲律宾 我去了几次 菲律宾其实他们已经成为 跟澳洲合作的对象 过去你到澳洲留学 在台湾很夯 但你到澳洲留学 可能第一年 你要先上语言学校 如果你的英语程度 没有到达可以跟上 班上同学的程度 可是在澳洲的生活会贵 你认语言学校也贵 所以澳洲的大学 他要来对外招生 尤其是招亚洲国家 不是英语系国家的招生 他要考量 那你的英语程度不够的话 你与其花 欢迎回到田径新台湾 刚刚我们提到了 菲律宾的白领开放的问题 韩国瑜说了 怎么玛利亚可以变老师 但是刚刚委员没有讲完 我等一下让委员继续补充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玉传美讲说 十年一波国民党的造神运动 韩国瑜只是第四波的造神 特别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人看起来 好像我们不太认识 但你仔细看 他是不是把韩国瑜跟马英九 把他合在一起了呢 这篇文章说什么 他说大约每隔十年 台湾就会出现 一批大型的国民党造神 那这样的现象大概 可以上说至60到70年代 国民党开始全面 神格化 蒋介石开始 然后再到台北市中心 遗留下来的中正纪念堂 就可以当时造神的巨大规模 不下于埃及的法老王 当然接下来 当然还有蒋经国 然后接下来马英九 他觉得第四波就是韩国瑜 但是刚刚没有讲完 其实菲律宾的英语教育 人家是做得很成功 成功到说澳洲要跟他合作 帮忙把去澳洲留学的学生 现在菲律宾学好英语 再到澳洲来 才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 浪费大家的金钱 所以而且菲律宾过去 他的学制是16岁 10年级就毕业 可以念大学 所以他们的学生 16岁要来台湾有困难 现在他们学制改了 18岁高中毕业 所以现在菲律宾跟台湾的教育 教理很密切 台湾的学生要去澳洲留学 先去菲律宾学英语 菲律宾学生以为来台湾念大学 所以双方的教育教理是 可能我们过去在动物念英语系的韩士党 比较不清楚 现在的国际 是这样的分工合作 英语教育 人家菲律宾的确是没话讲 但是在菲律宾 真正他们喜欢念的是华人办的学校 因为华人办的学校 很有趣 他说华人办的学校数学特别好 所以有钱的那孩子 要去念华人办的学校 在学校他们一个数学课 老师有的老师是讲英语的 就用英语教 有的老师讲华语的 就华语教 所以上台华人的学校 小孩子会自动切换 老师是华人老师 同样的数学课 他就会切换老师的声带来学 所以这样的学生教育出来 坦白说 在他们那个国家 不要小看人家 人家菲律宾的青年 现在有一千万 将近一千万人是这个call center 也就是美国的很多大企业 他们的不是像印度 去接电话call center行销 而是做比较复杂的税务 健康法律事件代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 国民党内现在真的有一股 所谓的造神风潮 第四波来到了韩国语 当然台湾社会 就很喜欢崇拜英雄 那喜欢造神 那其实我认为是这样 假如是神的话 要消灭也很快 以前最大的神是柯文哲 那他现在不网络声上一直下 所以我是觉得说政绩 政绩才是根本 才是老本 可是韩国语 他假如要维持他这声量的话 他不要去跟柯文哲 柯文哲没有政绩 所以他会掉得很快 所以韩国语他应该要好好的把 把那个高雄市政做好 市政做出来 对啊 因为高雄市民既然选择了你 那你要好好的让高雄市民好过 那政绩才是老本 政绩才是根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